咦 姐姐 爸爸都买来了 她说你真没来是吧 你忘了看她的手机头又 又咋 昨天晚上一个晚上都没睡 哎呀 谢谢 现在公缩已经有点规律了 基本上在三到七分钟左右 但是刚刚那个给我内检 她说一点都没有开 然后我们也住在待产室里面 住了一天一夜 真的是一个晚上没有合眼 然后刚刚睡了半个小时又被吵醒了 因为尽尽处处嘛 然后又有各种人的检查 所以 现在刚刚收到了通知 我们很久以前订的那个房间 今天终于出院了 所以我跟老妈现在就 要到病房里面去了 哎呀 终于可以到病房里面去了 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哇这房间好大啊 这个房间是我们提前很久很久以前预订的 因为实在是太难订了 刚刚老妈上来看了一下 然后把东西放上来 我就是 就只能走上来 那是你的阿波 哎呀 走开起来啊 嗯 你怎么又突然过来了呀 我就刚刚 昨天就特意来看你啊 就专门做核酸子上来的呀 哈哈哈哈 昨天 昨天晚上 我还以为我昨天晚上就要生了 好了现在 现在还好 现在就是规律公缩 我们也不能帮 怎么办 怎么办 他给我内剪了 他说 快开一支了 痛了 痛了 哈哈哈 你之前那个剑红啊 我刚刚我 我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 我还拍了一个视频 我说哎呀 没事 又是炸骨子吗 应该还有很久 我还说等 要等那个结封了 然后再说 没想到说不得 一说然后他就开始憋不住了 然后就我就感觉不对劲 肚子不舒服 然后就去视频看了一下 红了一片 没有这么可能 先剑红 但是没破水 我说说好是剑红啊 破水的话 我又要慌死了 破水就要躺着 对 我就很我就会很慌的 他们说你什么 剑红是生 哪海是没有 你呢 你第一胎 我第一胎破水是生的哪海 然后呢 第二胎破水是剑红的 第二胎好像也 好像也是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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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红的 剑红都没有剑红 所以这个怎么怎么 你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有些说剑红的就是女孩 阿姨你想要女孩男 不是 看来还不一样 健康 没有 我们以前不是罚的视频 因为我们不是常在讨论 他说 生男孩还是剑女孩 这个问题 然后比如说 是他妹跟他老公 肯定想要一个男孩 她说 他们这样已经没有 很多男孩啊 我觉得阿姨可能就想要一个女孩 是不是 没有 因为我们一直在视频里面 说 你在啊 我在啊 但是 那个宰字在我们当地是 孩子的意思 他们就以为是男孩 男仔 你知道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他们肯定想要一个男孩子 绝对重男轻女 你自己呢 想要男 有没有 类型很强烈的 一定要跟小棉袄 那倒也没有 但是小雨特别喜欢女孩子 她不是说了吗 女孩子就给她买8个5公主 哎呦 不行 哎呦 男孩子就拿回家放养 那那到底是不是什么 呃就是一个男还是女孩呢 可能今天晚上就要开讲了 哇 我们还说 去秋自己家吃烤鱼 可能是我生产之前最后一顿 我就说这些话都说不得 说什么来什么 真的是最后一顿烤鱼 就是那种香辣重口味的那种菜啊 这两天就只能在 在这个病房里面 吃点什么排骨啊 是吧 那你昨天还骑个摩托车去检查 其实我昨天是不痛了之后 我就感觉没什么事了 嗯 然后 嗯 我觉得我现在也能骑摩托车 哈哈哈 因为现在没有公缩了 我的公缩现在控制在 3到7分钟之内 因为我刚刚用手机计时了 然后 我以为已经快了你知道吧 然后那个医生来了一句 还早似的 然后现在就只能在这 慢心的安心的等着他出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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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